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谁 她的过去与现在 在一次次呼吸之间 去感知与超越时间 未来时空的王仁君 一航 我觉得现在 过去 未来 其实就像一个三角关系 他们的转动与互换构成了我 在以我投射世界 投射未来 果不知将来 你在回忆中回看现在的我 是带着怎样的思绪 我们表演创作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隔一天你就会觉得有遗憾 再去想弥补的时候是很难的 《紫在穿上约逝者如斯夫》嘛 时间它是像长河一样匆匆而过 与黑暗势力斗争 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可以速战速决 而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 《中流鸡水》这部电视剧我是第三次 饰演毛泽东主席了 他的时间的跨度比较长 导演呢 是着重的让我去刻画毛泽东主席 他从青年时代的一个成长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划 如果不保存自己的武力 一旦发生士兵 我们毫无办法 你不用再说了 我话没讲完 我还要什么 给我点时间 可实现不当人 第一次业毛泽东主席是古田军号 他是1929年 当时毛泽东主席 相对来说已经成熟了 在老博新行李 我们就是流寇 祸害博新的流寇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练 回复前卫党 一起撤回 扮演同样一位日马 就像是拼图 就像不同时期的碎片 它有机地跟你组结在一起 就像是一个立体主义的绘画 在一个平面当中 展现它的多个面 这就叫做星火燎原 全国透明 红旗还能看多久 星星之祸 可以燎原 饰演一个人物久了 不断地去感悟他的灵魂和他的思想 你身上会有他的影子 演员这个职业最大的乐趣和幸福来源于 你可以塑造不同的人物 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比如说江米当中的水神洛林 你来了 他的超凡脱俗 比如说志佛里的圣长柏 在圣长柏身上是一个刚正不阿 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他为了这个没有半年血缘的加穷尽的心血 直到三十有经验 让你有一些反差萌的状态 这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多面性 我觉得这种不同的状态就构成一个立体的人生吧 先生 我最喜欢亭地 就是人家叫我猫先生 猫先生 睡觉喽 我觉得在扮演的整个过程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过程当中可能会对特定的一个人物有新的认知和理解 如果再有机会去塑造同一个人物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更好的状态 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 到那个时候 中国四万万同胞 人人皆是国家之主人 那么就要有时间来作证吧 当下之盛事正如您所愿 未来时空的王仁君 你好 现在的我 希望将来的你依然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依然要找到心之所向 在勇往之前